大家好,我是 Chartreader Cup 最近 Bitcoin, Dogecoin, Gamestop, 大麻類股票等等 再加上 Wall Street Bet, Robinhood 電像等等 掀起了某些股票资产类别的爆升潮 我自己近期就比较重仓大麻类的股票 我在 2 月 11 日已经全部平仓了 在我的 Patreon 级 Trading Premier 里面 不少会员都持有这一类股票 他们面对这些股票暴涨、爆升 似乎有些手足无措的情况 做了不少提问 今天我藉着讲解一只大麻类的股票 Till Ray, 编号是 TLRY 透过这只股票的操作解释一下 如何找到这一类股票 当中的 Setup 即是 Blue Flag 的 Setup 和 Stan Weinstein 四阶段的分析 还有做这一类股票的 Trade Management 要如何 还有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心态上的探讨 希望藉着讲这一笔交易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一类影片 记得给个 Like 和 Share 不要忘记 Subscribe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就不会错过我新的影片了 要记住影片的内容是纯粹经验的分享 和教学的用途 并非投资建议 大家要小心求证 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首先我要介绍一直以来 在我的 Channel 里面的吉祥物 Cup Vinavini 其实在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已经见过它一次了 今天是大年初二,先讲一句恭喜发财 祝大家今年行大运 回报软胜去年 这个Cup Vinavini 传统财神元宝套 和这个 Bitcoin Crossover 是今年最新的设计 希望大家喜欢啦 好了,讲回正题 最近大麻类的股票 真的升到爆标 很多人都知道了 基本上各大新闻 KOL 都会有说的 就好像之前 GameStop Bitcoin Dogecoin 都是 不少人从中赚了很多钱 回报多到难以置信 我们这个 Trend 里面 近期介入的大麻股 是近期的焦点 今次我又讲一下 Til Ray 代号 TLY 这只股票的交易 这次交易我和很多 Cup Trading Premier 的朋友一起 只是经历了短短8个 Trading Days 很多朋友告诉我 好像仿余格勢 很多很多体会 首先,美股的世界股 自从去年11月开始 即是拜登当选之后 变得非常强势 尤其在2月头那几个交易日 几乎每天都是上升 所以世界股之中 是有很多交易的机会 讲 TLY 这笔交易之前 我先讲一些理论 主要是讲一些关于 Blue Flag 的 Setup 和 Stan Weinstein 四阶段的分析理论 因为这两件事是这宗交易 买入的理据 大家要先理解 否则就不知道我说什么了 图中这个 Setup 是 Blue Flag 在一个很强势的市况之中 很多强势的股票 都会在这种市况之中大幅上升 而整固的时候 它的调整幅度不大 就会出现这种 Setup 在这个 Setup 里面 股票已经有一个确立明确的上升趋势 而一般这些上升趋势是比较急的 有些书会设定若干指定的时间 升指定的百分比 才算是一个 Blue Flag 但是我认为是不必的 其实只要股票是强的上升趋势 升幅显著就可以了 强上升趋势就像这幅图所显示的 股价呈 Higher Highs and Higher Lows 而股价尊重20天移动平均线 每次股价跌到20天线 就会有支持 这个就是 Strong Uptrend 看 Blue Flag 的话 我自己就觉得用阴阳烛 就比较多 Noise 就比较难看一些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用 HLC Chart 来看 HLC 的 H 代表 High L 代表 Low C 就是 Close 而 Time Frame 来说 我会用周线图 就像这幅图那样 如之前所说,Blue Flag 是有一段显著明确的确立的上升趋势 然后股价到这里会紧密整固 有几点要留意 第一样是这种整固的时间通常是比较短的 一般来说,整固的时间 如果可以完成两支周线图的 Bar 其实就可以了 即是at least 两周的时间 通常股价会整固两至四个星期就会再上升 偶爾会有些股票会整固久一点 但是如果整固太久的话 例如整固七个星期或以上的话 多数上升的趋势都会变弱了 就未必能够当作 Blue Flag 了 而股价整固的幅度最好不要太深 但是究竟多深才叫深呢? 也有些人主张固定的百分比 例如不可以超过百分之二十 不过不同的股票日常的波幅都是不同的 对于一些日常波幅每天都是达到十多个百分比的股票来说 20%的条件就未免太苛刻了 其实总之回调不是太离谱 举个例子,三倍的 ATR 以内 而股价仍然保持一个 strong uptrend 其实就可以了 但我自己比较喜好在整固的时间 股价是贴着20天线附近的 因为价入点就越接近20天线就越好 Blue Flag 的 Setup 另一个理想的条件 就是在整固的时候 每个星期的收市价都非常接近 越接近就越好 这个这么接近的每个星期的收市价 其实就是显示着一种机构投资者accumulation的状态 在考虑进场之前 看着周线图 大家要记得做Stan Weinstein 4 阶段的检测 Stan Weinstein 4 阶段上星期也说了 如果大家不太明白这个概念 大家停止一下 看看这张图,大家就会明白 我在这里说一点 第一阶段就是一个整固期 通常在股价大跌后 进入一段比较长的横行整固阶段 这个时候30周线会由下降转为平坦 到了第一阶段完成之后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我们想要介入的时期 当股票在第一阶段就来完 而股价开始向上突破30周线 或者股价在30周线附近 而周线图的形态出现突破 它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的股价 就会在30周线上运行 通常股价大跌小回 升很多就跌少少 然后又会再升过 而这些Blue Flag的setup 最好就是在Stage 2 越早期的阶段出现就越好 这些股票的升势 往往在Stage 1 刚刚转到Stage 2的时候 最为零例 理论说完,回到这个实例里面 这一幅是TLY周线图 High Low Close 即HLC chart 至于股票怎样选出来 其实我都是循着自己惯用的方法 重点都是选取行业 以及自己本身的relative strength 都是高的股票 详细选股的方法 在图中影片已经有详细的讨论 连结我放在下面 我建议大家要看 TLY 在2019 年到2020 年初 它是在行Stan Weinstein Stage 4 即是下降的阶段 它的股价是在30周线下方 行Lower Highs and Lower Lows 30周线是趋向下的 在2020年3月中之后 股价停止了下降趋势 变成横行 去到2020年底 30周线由向下变成平坦 而股价开始慢慢升到30周线之上 股价升到30周线上的时候 就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去到2021年 股价升穿2020年底 股价的区间向上突破 而30周线亦由平坦向上 这只股票正式由Stage 1 转到Stage 2 这是我在1月31号上载的 Patreon 专属影片的截图 是TLRY周线图 大家看到当时的股价正在做一个很紧密的Blue Flag 好像之前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些 这是股价进入Stage 2 后的第一个整固 而橙色的30周线刚刚开始转为向上 确认进入Stage 2 的初始阶段 而这个Blue Flag的整固幅度 相对于股票本身的波幅是紧密的 这幅HLC 圈就清楚看到 每个星期的收市价 在整固期间是非常相近 转回来做日线图 刚才的Blue Flag就是黄色Box 这个地方 我画了一条藍色短期下降轨 我就在紫色箭序的地方 突破这条下降轨做买入 比较多人问的是 买入店应该在绝对高点 还是在下降轨轨突破了就OK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这条下降轨如何画呢? 条线要连着Candle Wick 的高点 还是连着竹身就OK呢? 首先传统的奥尼尔教学 这种Blue Flag的设计 买入点是整个整固阶段的高点 突破了才是一个买入点 即是图中粉红色横线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实践的经验来说 其实突破了浅蓝色的下降轨轨 在这个突破点做买入 其实成功的机会率都是差不多 甚至更加好 以及Reward to Risk Ratio 其实是更加好的 第二条问题就是 下降轨轨要怎样画呢?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准则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准则 才有那么多人问这些问题 我认为concept 才是最重要 concept 最重要的 trend line 要视作一个 area 即是一个范围 而不是一条线 如果area 接触点越多 越多price rejection 在那里发生 就越可靠 而突破到什么程度才介入 视乎你想要有多少confirmation 以及你的慰纳有多进取 这些事不是absolute 如果你是保守点 你要多些confirmation 你的买入点是可以设定高点 去换取高一点的成功率 但是代价是reward to risk ratio 就会低一点 但如果你进取一点 不需要那么多confirmation 买入点是可以设定低一点的 虽然成功率有机会会低了 但是reward to risk ratio 就会好很多 如果市况好 股票行业 以及自己本身的relative strength 都很强的话 再加上这些blue flag的setup 在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整个setting都已经是一个很强的趋势 本身已经是一个high probability trading的状态 我自己的取态都会进取一点 在红色圈住的地方 就是这个blue flag的回调幅度 其实是接近三成的 算不算好深呢? 当时这只股票的10天平均 average true range 是2.43 即是近期平均的波动 每天都近乎10% 这个调整的幅度 相对日常的波动 似乎不是特别大 而股价在这个调整的底部 亦都是在20天线上 维持一个强的上升趋势 这个setup 唯一差一点的地方 就是它的股价 不是太贴近20天线 差一点点 但是这个交易的背景 其实我刚刚才在另一只 over-extend 的大麻股 叫做CGC 的股票 就取消了一个5.8R的profit 而我取消了这个profit之后 就打算把它转到TLRY 这一档就没有那么over-extend 的股票上 所以相比之下 它就是远远没我之前 trade 的股票那么over-extend 好了,关于周线图、日线图等等的 multiple time frame analysis 的技巧 其实我在Cup Trading Premier的 Patreon 频道已经有探讨过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 看之前的影片 好了,买入这只股票之后 升得很急 5个trading days 已经账面有六成的利润 在一个升到这么急的状态下 很多人问take profit 的策略 这一幅图是我在Discord 频道的回应 由于我已经有非常多的profit cushion 再加上大市、行业和个股的强势 而股票在Stand Weinstein Stage 2 的早期阶段 甚至之后我也会说的 新闻各样消息都配合了 我就觉得不妨是可以贪心一些的 这里有两件事想说一下 首先,股票升到急到 我连用什么trailing stop 的方法 其实都未想到的 我未想到的情况之下 已经去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其实我在一个频道里面 坦然承认了,我是未想到的 幸好频道里面的朋友 Sira 帮我做了一些back test 他建议我用20天 look back period 但用10天平均4倍ATR Shandellia Exit 我觉得效果非常之好 我特别在这里多谢他 第二件事就是 有很多人问我 你会不会升了一倍之后 就沽一半 这个策略升了一倍就沽一半 其实是一个零成本的策略 我们的股票升了一倍之后 沽一半,零成本之后 就任得剩下的仓位自由发展 这个策略可行吗 其实我想了很多年 我自己其实觉得 这个策略在盈利最大化的角度来说 其实是没什么logic的 纯粹是一个心理上的减压 去满足一个loss aversion的做法 但我自己一直主张 我们操作股票 目光不应该放在金钱的数目上 而应该用R值来思考 做仓的目标 尽量是为了令自己的交易系统 赢得最大的expectancy 即是经常看着钱 贪婪恐惧就会容易上身 其实我们只要把专注力 集中做好每一个动作 盈利才是可以最大化的 将仓位部分take profit 是会缩少了仓位 除非你是很有理由这样做 否则随意这样take profit 是有机会将潜在的盈利缩少了 对于整体交易系统的正期望值 是会有损害的 所以当我的仓位倍升那一天 我都是采取喝一杯庆祝再说的态度 就没有沽到任何股票 但记住我不是鼓励喝酒 小朋友切勿模仿 我的意思是用轻松的态度 做好每一个动作的心情去操作 赚到钱还不开心? 股票的爆升当然亦有新闻的配合 以及催化的作用 美国的民主党支持大麻合法化 选完总统之后 盈利水准是一坨屎的大麻股 它的股价突然变得很强 是一个狂烈的先兆来的 去到后期 连夹爆gamestop淡仓的Wallstreetbet 都加入战团 似乎这些股票至少在短期内 将会去到一个climax 去到一个高峰 可能很近 但近还近 大家都是不会知道 它究竟可以升到几点 以2018年加拿大大麻合法化时的炒作 这些大麻股的升幅是可以成十多倍的 就像这幅股价图那样 2018年TRY刚刚上市不久之后 它是可以由20多元炒到顶顶300多元都可以 好了,这幅TRY日线图就准备了我这笔交易 我在紫色横线18.9%买入 升到大约64.9%附近 由于我是大麻的仓位 当时我还有另外一只大麻股 CRON 升到这个位置左右 我整个仓位近两成都是大麻类的股票 为了rebalance 我的仓位 我就沽了一半 而简算这个水平去沽货呢 因为这个位置是多年前的支持阻力位置 剩余的部分我用上日的exit做我的trading stop 在第二个trading days 股价高开后突然急回 打中了上日的exit 完全平仓 我的平均平仓位是大约绿色的水平 也不差 总共的获利在这8个trading days 是有9.8个r 如果计算其他大麻仓位 整个今年大麻相关的交易 平仓之后的盈利是大约17个r 非常之不错 这一笔交易其实只有8个trading days 频道里面的朋友好像经历了很多 好像做了一个很高强度的运动 其实这一笔交易技巧上是一个方面 但更加重要是一个心理控制的方面 最近实在有太多吹嘘自己 赚了多少个位数字的盈利的新闻和广告 搞到赚少了就像执书那样 但其实只要赚得OK 就应该尽量保持开心和轻松的心境 也是那句 成功未必带来快乐 但快乐就会带来成功 要记住交易的事业是长跑 如果你处理不了压力 赢钱也不开心的话 你继续玩下去真是命都不长 我记得去年我重仓做国库债券ETF 都是有一段这么瘋的走势 赚最多和最快的钱 就是要处理好这些这么瘋的走势 所以保持平常心 以及稳定的情绪是非常之重要的 还有很多人被这些引人注意的走势吸引着 忘记了我上星期所说的 每个星期要坚持的routine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没有留意到其他有机会的sector 那就不太好了 合理的期望 上星期也说过 如果你做美股的话 如果你多做小价股的话 Year to day 的回报有15%左右 是合理的期望 你做大价股的 Year to day 6-7% 都是合理的 如果你做港股的 今年就好些了 大约Year to day 10-20% 的范围 都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回报大致上达到这些水准 甚至超越这些水准的话 是没有什么好介怀 我之前一直持有台积电TSM 我现在搞了103个trading days 回报都是大约7-8个r 现在市场这样的气氛 搞到我持有这些股票 好像很闷很低回报 其实这些闷闷地赢的股票 都是一些很好的交易 另外一件危险的事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如果一只股票升了很多 远离area of value 很远 如果你因为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赚很多 而肯定冲进去 后果是可以很严重 这些案例我实际看到太多 还有就算大胜 最好都尽量少跟周围的人说 周围说的问题是 当你的朋友 尤其是比较熟的 甚至亲戚 知道你看好 持有某些部位 甚至大家辩论过 你就会很容易将自己的交易 personalize 了 你的自尊就会在交易里面 你会因为你的自尊对错 personalize 了的情绪 影响到客观的判断 这些引致的后果是可以灾难性的 我自己做channel以外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不会主动讲自己的仓位的 最多是被人逼到在场角的时候 才要讲一点点 还有不要满脑子银马 Think in terms of R 和 expectancy 我之前都说过了 你记住不是做一笔交易就收生 而是长远地做下去 所以最后真正的成功 是你交易系统的 expectancy 如果朋友到了这里 仍然不清楚什么叫r expectancy 的概念 我强烈建议你看回这条影片 它的连结我放在下面 这条影片我可以说 是我出了这么多条影片之中 是最重要 必须要看的一条 大家要记住 做赌客 长赌必输 你要长胜的话 就要做赌场的主人 而赌场的主人为什么会赢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正期望值系统 那尽量做好的正期望值系统 才是长胜的关键 好了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多 希望影片对大家有用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发更多的财 赚更多的钱 然后得到快乐和自由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